大家好,我是苏西,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巴克球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解压玩具 很多外国人都非常喜欢探究巴克球的各种造型 所以小小的巴克球在外国人的手中研发出了各种不同的形态 也成了他们最喜欢的实验对象之一 这一次外国小哥们把巴克球的PK对手锁定在鸡蛋身上 不知道双方的碰撞究竟谁胜谁负 大家是不是都在期待最终的对决结果呢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到鸡蛋和巴克球碰撞之后的结果 实验者专门把巴克球做成了一个门的形状 门上连着一个巴克球制作的飞镖 两个门之间还专门做了一个托架 然后将鸡蛋放置在上面 当飞镖冲着鸡蛋敲过去之后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在碰撞的一瞬间鸡蛋确实破裂了 但是并没有流出蛋清或蛋黄 然后外国小哥开始进行第二次实验 这次实验跟之前有所不同的地方 就在于它将飞镖换成了摆锤 而且是三个 分别位于不同的巴克球所组成的门上 而鸡蛋就位于三个摆锤的中间 当三个摆锤同时被松开之后 一起向鸡蛋进攻 接下来是高能场面 鸡蛋瞬间被打出蛋清 看来巴克球的威力确实非常大 只是我们平时从来不做类似的实验 所以完全没有意想到这样的结果 虽然实验很有意义 但是很多网友看过之后 都表示这样的实验有点浪费鸡蛋 不过能够亲眼见到这样的景象 也确实值了 大家还有什么有意思的巴克球试验吗 好了 下一期再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留言分享哦